低價電子股要發威了嗎? 跟著我就對了 謝謝你們支持 要繼續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歡迎萬通國際林中翔分析師老師好 千涵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台股今天是開高後拉回了 可以看到就是一些資金 好像往低價電子股流去的感覺 到底現在的盤勢怎麼觀察呢? 我想投資朋友都知道 本來股市就是輪來輪去 對不對? 跌深的股票也不會再跌太深 但是跌深的股票就是震盪一下 漲不太上來 對不對? 漲不太上來橫盤 但是它不會漲 那漲多的電子股會拉回 但是拉回以後它還會繼續漲 對不對? 本來股票就是這樣子 不然每天都漲同樣的股票 但是有一些是 比如說老師你覺得哪些股票是那種 拉回了就不會再漲了 就是不是拉回了就不會太漲 就是像譬如說廣達 技嘉這種股票就就就橫在這裡 對 它要什麼時候拉? 訊號沒有出來 我也不知道 像 像 偽創好了 它每次到一百多塊就下來 一百多塊就下了 但是它的支撐就大概就要九十七九十八了 對 它就區間 這個很小很小很小的區間在做 對不對? 就小區間不然呢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像艾普 像 威盛 創高本來就會拉回 拉回又真正正正正在創高 不然呢 對不對? 所以操作股票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老師是不是在TG裡面說 加一我送你一支股票 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都在加一 昨天你還不懂那個叫浪杠 浪杠 我就查了 是閩南語 浪杠是閩南語 浪杠就是 他說前面會接阿婆 阿婆浪杠 這個是俗語的 但是浪杠的意思就是 撈跑 偷跑的意思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大盤怎樣 大盤 漲多本來就會拉回 是 今天會跌很深 保證不會 既然會漲很多 也保證不會 外資昨天買四百多億 照理來說今天要漲四百點 沒有啊 沒這回事 對不對? 所以大盤就是這樣 訓捷是不是漲跌 我們沒有寫訓捷 但是訓捷今天漲跌 我們有寫楊智 加一就送你楊智嘛 老四楊智真的漲停 我只寫一支喔 哇 我只寫一檔嘛對不對 我沒有寫五檔給你去跳 沒有 對不對? 今天四星 我告訴你四星大概跌到三千塊就差不多只跌了 嗯 畢竟從三千四跌到三千也跌了一成了嘛 是 對不對? 三千四也跌不太下去了 啊 要搶短的明天啊 今天盤沒有不 盤不好嘛 對不對? 創意 創意跌到大概一六五零 也差不多了嘛 也跌不下去了嘛 對不對? 創意下半下 下禮拜要舉辦法術會嘛 現在是高價的電子股在 在休息 對在休息 休息嘛 休息就是 叫你 你不要去動它嘛 那但是出量的時候就攻擊嘛 艾普也 今天來到四四五嘛 二五八 最低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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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四三五嘛 就這樣區間做嘛對不對? 你去最高 你又要殺低 你為什麼不低肩? 是 低低的買就好啦 對不對? 我們看威盛 又拉到平板以上 你又去追 追了又殺下來 你不是給誰 威盛是不是創新高? 是 對不對? 我們看艾普是不是創新高 對耶 對啊 都創新高啊 創新高的股票拉回會才創新高 跌身的股票 在這裡來說就休息嘛 對不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股票做其實 投資朋友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在這裡 不要每天就去追股票 喔老師 我昨天那個艾普 我去追450 455 38 我舉例來說好了 那迅捷跟揚智 這兩樣低 你看啊 我一直跟你講 300多塊給你買 對 我一直跟你講 400塊一下都買 對 你到400塊一下 你隨便買 站上400 是不是就會回撤400 那400有沒有跌破? 沒有啊 前幾天剛好最低點400 400拉到459 是漲一層 對啊 等一隻漲停板以上 五天漲59塊 那你還去追 但是 老師我今天 拉回買 拉回買你就抱著 他沿著五日線 對 對不對 今天一定要量縮 如果今天3萬張的量跌 那就不對 今天只有3000張 給你有什麼好怕的 對 重買 沒有人到貨 對不對 外資投信昨天還在買 今天搞不好會賣 好那迅捷楊智可以追嗎 漲停板你追 掛漲停板一萬多張你也買不到 是嗎 對啊 你看一下 楊智漲停板 而且他們是不是楊智已經突破新高 對突破新高 那也不好追 也不好追 你要買 昨天買或是今天買 如此而已 明天再買 風險就很大 所以操作股票不要急 慢慢來 跟著我做 在這裡 跟著我做你就會賺錢 好謝謝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就要趕快加入老師的 Lighter跟Tirgun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煩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也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多是第一則房產業 旅財周刊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財周刊 讓你賺盡第二份薪水 BGM